去年的星光大厂被很多网友评价为娱乐圈的修罗场 邀请的都是当下炙手可热的明星们 其中杨幂 王一博 赵丽颖 吴亦凡等 可以说在娱乐圈十分的当红 因此这场晚会也很受大家的关注 而主办方更是十分好事 特意将杨幂和赵丽颖安排到了一起 虽然距离挨得不是很近 但两人之间尴尬的氛围还是溢出了屏幕 在台下等待时 杨幂与李宪 吴亦凡交谈甚欢 偶尔还会偷瞄一下赵丽颖 但赵丽颖只是默默的在一旁观礼 全程零交流甚至连头都很少转 让人看起来多少有些不合群 或许是比较无聊 杨幂拉着吴亦凡玩起了鳄鱼游戏 期间李宪也跑来观战 三人坐得很近 反观赵丽颖虽然坐在一条长椅上 但看起来就像是隔离一条银河 甚至还有不少网友都没发现 他们是坐在一起的 之后吴亦凡趁着赵丽颖转头时 向他打了招呼 赵丽颖自然也是微笑礼貌的回了礼 而这点动静也让杨幂转头看向了赵丽颖 可两人对视并没有搭话 而是随即就转过了头 看起来就像是陌生人 值得一提的是 杨幂还示意没转过头的吴亦凡继续玩游戏 按理来说这也没什么值得讨论的 但谁让这两位八五小花都自带话题属性呢 事后不少网友为此发声 觉得杨幂和赵丽颖全程无交流 不只是不熟 看起来更像是有仇 甚至还有人说杨幂小家子气 拉帮结派孤立赵丽颖 为此两方的粉丝还掀起了一场骂战 明明啊就是一场简单的晚会 看起来似乎有些过分解毒 毕竟两人性格就不同啊 赵丽颖的比较内向慢热 杨幂则比较外向活泼 拿这个来讨论两人关系 多少有些不妥 但之后网友却重疤旧事再次引战 原因是早在几年前 两人就已经结下了一些恩怨 当时赵丽颖还没有走红 而杨幂已经凭借宫爆火 之后在公二里赵丽颖还特唱过一个角色 或许是因为角色太小 拘捕出后并没有掀起什么火花 相反因为造型问题 她一直被观众吐槽长得像杨幂 甚至在横店还被粉丝大喊杨幂 这样平凡的认错 让赵丽颖很是恼火 再加上性格直率 她直接在微博发文 宣泄不满 还回复了网友 说杨幂整容的评论 本来语气中说的是欣赏杨幂 但因为当时的杨幂正陷入整容风波 导致很多网友都觉得赵丽颖内涵杨幂 两方的粉丝也因此结下了梁子 之后赵丽颖凭借陆真传奇爆火 还有人拿这件事出来指责她 为此赵丽颖还特意在节目中道了歉 对此网友们却并不买账 直到杨幂与赵丽颖微不互关后 这件事才逐渐平息 或许是因为两人风格太过相像 在事业和资源上有些相冲 导致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甚至可以说是毫无交集 再加上粉丝之间又有恩怨 所以在杨幂和赵丽颖人气越来越火后 两人还经常被网友们拿来比较 基本上只要有他们的名字并存 粉丝们就会上演一场大战 明明只是一张工作的写真图 到他们两个这里就成了故意模仿 还说是一个想学另一个蹭热度 就连新剧海报也要拿出来比较 这不就是很正常的射箭姿势吗 怎么来的模仿一说 而且啊据了解 他们那张很像的写真图 摄影师都是同一个人 为啥不去说摄影师呢 真是让人很迷惑 而且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在网上看到双方粉丝 在总结两人的战绩 收视率票房代言等等 总之能比的都要比一遍 在这里我想说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因为他们两个在娱乐圈 都是从底层做起 如今的成就也是靠自己拼来的 没什么好去比较的 况且娱乐圈的事情 还真是说不准 别看两家粉丝吵得激烈 说不定两位偶像都没当回事呢 所以啊 还是希望大家理智追星 多关注他们两个的作品 一切啊 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银子 银子 大叔 你这是在打结吗 没有啊 就是借几两银子 没有银子啦 神经病